就是主來了 他就是這個神憐憫的心腸 讓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所以主來了就把日頭帶給我們 就是這是一個 今天我們不是在黑暗中 今天我們是在光中行 我們是在生命的光中 與主同行 所以這個宇宙的婦人 他也就是預表著所有的新 舊約的新約的 從這個宇宙的婦人產生出了 得勝者與主一起 來仇敵爭戰 那我們再翻過來第三大禮 新耶路撒冷 還是一個生機的構成 不是一座固執的神 阿們 所以是我們得著生命 然後生命在我們裡面 有變化而產生的 是一個生機的構成 不是一座固執的神 阿們 第四 新耶路撒冷是藏牧也是賤 而是救贖之神 得蒙他救贖之人 將牧的居所 藏牧是神所救贖的人 殿是救贖的神 藏牧主要是用神所救贖之人的人性建造 做神的居所 所以我們的人性成了神的居所 神住在人的裡面 神藏著人性 在我們的人性裡面 祂得著了安息 居所 是安息的意思 所以藏牧所裡面告訴我們說 藏著信 安家在我們的裡面 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這個人成了神的居所 而第二點呢 他說殿主要是神性所建造的 是我們這些啊 神所救贖的人的居所 我們呢 也要安居在神裡面 我們不只是我們 神在我們裡面 我們也在祂裡面 所以主耶穌說 你住在我裡面的人 我也住在祂裡面 這個主說我去 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為你們預備地方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的住處 很多人就解釋 神那就是天堂 以後我們去天堂 大家就有一個房子 你不用買房子 你不要擔心你們也不行 都有好多住處 其實這個住處不是指這個意思 那個住處就是說 我們這個人 就要住在善意神裡 我們得救了 是藉著主的死而復活升天 祂成為賜生命的靈 祂把祂自己分次到我們的裡面 祂就住在我們裡面 但是因為祂住在我們的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住在祂的裡面 我們這許多的人啊 能夠住在祂的裡面 祂也住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彼此就成為一個相互的居所 所以不只是神要住在人裡面 人也住在神裡 在舊約裡面 摩西寫的是說 神啊 祢世世代代做我們的居所 人真正的安息啊 就是祢能夠住在神裡面 人住在神裡面 就會覺得非常的安息 Amen 那第二點 新耶路撒冷是 神與蒙祂救贖這人的調和 而這個調和 乃是相互的居所 Amen 經過過程的善意神 與蒙祂救贖的人 還是一個調和的實體 直到永遠 Amen 所以這個新耶路撒冷啊 不只是神住在人裡面 也是人住在神裡 我們之所以能夠住在神裡 是因為我們裡面有神的生命 如果我們還沒有得救 我們根本沒有神的生命 沒有神的性情 我們怎麼能住在神裡面呢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們得救之後 有了這個生命 我們才能夠和神有交通 我們才能在這個生命裡面 安家在祂的裡面 那第五大點 新耶路撒冷的構造 純金的基礎 我們弟兄讀一點 純金的基礎 表征神聖的信性 作為誠之天主的基礎 為著神聖的建造 這地基礎 純金的基礎 我們弟兄讀一點 純金的基礎 為著神聖的基礎 Amen 這個就是純的基礎 就是祂的是金的基礎 祂的根基是金的 我們所有得救的人 我們都有神聖的性情 這就是我們的根基 是我們的基礎 我們弟兄姊妹在這裡過教會生活 我們的基礎是什麼 不是我們的人情 不是我是誰介紹我來的啊 我跟祂有一種天然的關係啊 祂是我的好朋友 但我們得救以後 我們是神家裡的親人 我們是有同樣的生命的 這個生命是我們的根基 我們的所有的來往 我們的交通 我們彼此的關係 都是根據這個生命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經歷新耶路撒冷 祂是我們的街道 這個街道是津津的 街道是幹嘛呢 這是交通用的 來往用的 我們可能利用什麼的來往的根基是什麼呢 不是我們天然的感情 而是我們神聖的生命 這個神聖的生命是我們交通的根基 這個基礎是神中寶座的穩固跟貴的神聖的行政 所以若是沒有在這個根基上 在這個生命上的交通 我們只有一種外面的關係的話 那我們這個根基就不穩固 對嘛 你看地方怎麼會在一起啊 我們這些人 你說我們組織嚴密不嚴密呢 沒有什麼組織啊 不是像外面的組織 非常嚴密 非常那個 可是我們團結不團結啊 相心力很強耶 你看我們那麼一萬多人在一起聚會 很有聲音耶 要不然一萬多人在一起啊 你不知道會發生多少事情 有多少的爭執 有多少的不滿 有多少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一起只有喜樂 榮耀 享受 對不對 你看我們今天只會進會場的時候 散會出會場的時候 大家就是魚貫入場 安安靜靜啊 我們去那個小巨蛋啊 這地方是我們第一次用啊 所以他很怕我們這個不可以 那個不可以 我們本來要撥平聚會都不可以 我們以前在林口哪有這個問題啊 但是他這地方他說啊 不可以有任何的宗教儀式 所以 後來我們第一次我們就跟他們 一直交涉交流 最後他們才同意我們說 我們這不是儀式啊 這是我們聚會裡面的一部分 我們這我不知道弟兄們有主的智慧啊 他怎麼跟他們交涉的 這個答應我們 然後我們能夠在那裡播 可是我相信啊 他看了以後他就知道 這個我們實在 我們這 有一次我們到這個屏東啊 福華飯店去這個 那一次我們就去了嘛 弟兄吉條 那我們那一次去哦 他這個福華飯店是大陣仗的在準備 就是看我們要怎麼樣招待我們 那也希望說如果我們這次服務得好以後 我們就會常常去啊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中部相交中心 結果他們後來他們反正就預備很多了 最後後來他們發現他們很多的預備都是白預備的 我們這些人乖得很啊 講什麼就做什麼 根本就不用費力 所以說什麼不可以抽煙 哪一個人抽煙 一個都沒有 這麼 這麼多一千多個男生 一千多個男生沒有一個人抽煙啊 天下其問 這個就是啊 神聖的生命是我們穩固的根基啊 是我們的彰顯 第二珍珠門 表真基督救贖並釋放生命的死 以及他分次生命的復活分泌的結果 那個珍珠門啊 珍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棒他被 他有這個沙粒跑到他裡面去 然後刺傷他 那刺傷他以後啊 他就自動會產生一種分泌 那這個分泌就會把這個沙子給他活起來 勃勃勃勃勃到後來就成了一顆珍珠 知道珍珠的人都知道 一顆圓圓的 這個非常的那個的 圓的非常的 不是 我不知道講論文 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 我說真的珍珠啊 他不是非常圓啊 他不是非常圓 因為他是這樣子 一直吐一直吐慢慢 所以他不會像人工一樣非常的圓 我們不懂珍珠 我們可以想用珍珠對於 那就是用他是用那個分泌去裹裹裹裹裹裂 所以他不會裹的很圓 那這個在我們的生命的經歷上來講 就是說有人說我們也會遇到一些事情啊 首先啊是基督他先被我們刺了 我們傷了基督 但是基督呢 他仍然用他的生命來裹我們 把我們裹成了一個證據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受到一些的傷害 也許是家人啊 也許是同事啊 也許是甚至弟兄姊妹中間 也有可能我們彼此有一點摩擦 受到一點傷害 但在這種時候 我們若是願意轉到靈裡 我們再來好好的享受主 從主的話得著供應 得著他生命的供應 他叫我們這個人受傷的人 得著他的這個殘果 他就把我們這個人包覆在一起 包覆起來 讓我們就成了一顆珍珠了 本來是這個一顆沙 對我們來講是很這個 但是呢藉著這一顆沙呢 我們能成為一顆珍珠 成為一個建造的材料 所以若是你受到一些什麼委屈啊什麼 老實說啊 有時候跟別人說 要塗一塗苦水啊 這個疏解一下心情啊 是可以 但是呢 我們真正要在這種時候呢 我們要去經歷基督做我們 復活的生命 他一方面 這個基督的死啊 這方面是釋放生命的死 他有一個復活啊 是他分次生命給我們 所以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就要來經歷他的死與復活 有這些經歷啊 我們就能夠和地公子一樣 就成為一個合適的建造的材料 如果說我們被人家碰了 被人家傷了 我們也給他刺回去 一眼盤眼 一牙盤牙 你看我們教會生活裡面啊 人多嘛 都會有這些事情啊 你看我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平平順順啊 其實大家都在這裡經歷啊 基督死而復活的事啊 都在這裡啊 經歷主的產物 所以我們都變成一顆一個珍珠 珍珠碰在一起啊 就不會戳來戳去 都是圓圓的 就叫我們能夠調在一起 建造在一起 不是人的圓滑 而是生命所產生的一種調和 是 二說需要尋求的聖徒 每天經歷基督的死與復活 由基督藉著他的死與復活 所建立而成為入口 這個珍珠門 它是一個門 門做什麼呢 就是一方面是 不讓外面的東西進來 一方面是啊 讓人要進來的時候有個入口 但是我們在教會生活裡 或者我們在家裡生活 我們很希望人家得救 但是我們是不是像珍珠一樣 我們如果是一顆珍珠啊 人可能會得救 我的意思是說 若是當我們遇到一些事情 我們又在那邊經歷 這個死與復活的生命 別人看我們這樣的一種 你遭遇這個環境 你還能夠有這樣的一種的表現 別人藉著這個享受主啊 我們有一種的表現 別人就覺得 這樣的主啊 我也要接受 他就成 你就成了一個入口啦 他就有機會進到這個新耶路撒冷 成為其中的一份 是啊 所以我讀到這裡 我真是很有感覺啊 我們很多人很希望家人能得救 很希望我們的同事能得救 但是我們是不是願意 在受傷的時候來經歷這個死而復活的生命 若是我們願意的話 這個人啊 他就會看見 會成為他的路口 由飛魚生命樹的這條重新開啟的路 向著地的四方是五遍遍地的 這個門呢 是成的四面各有三個門 每一面都有三個門 這個三象徵著三一神 向著人是敞開的 四方的人 東西南北不論你從哪裡來 都可以進入這個城 三一神向人都是敞開的 這個本來進到這個城裡 你就能夠享受生命核 享受生命樹 以前這個在伊甸園裡面 因著人的墮落 而被封閉的這個生命樹 藉著基督的救贖 這個珍珠就有表明基督的救贖在裡面 藉著這個救贖啊 這個門向人是敞開的 各方的人都可以 因著接受這個救贖 而再重新的來享受生命樹 阿們 所以他說生命樹的這條 重新開啟的路 向著地的四方是普遍又便利的 阿們 第三就講到 避遇牆和保持根基 請地位讀一點 這邊讀一點 神在基督裡的信徒 由表實所表證 由以神在祂天荒 並且造成的工作作品所完成 神在祂天荒 神在祂天荒 從周圍的列國中分別出來 並保護神的權益 十二根基的顏色 好像彩虹的顏色 要正聖神是建造在神 首約的信使上 十二根基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 使您聖神是按照新約使徒的教訓建造的 阿們 這裡一共有三種材料對不對 純金、珍珠和寶石